有光线传媒联合出品的大型仙侠魔幻剧《古剑奇谈》 目前已经拍摄两个多月时间了 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剧组 最近开放了首次媒体探班 我们来看一下演员表上的名字 像杨幂 李一峰 郑爽 乔振宇 陈伟廷等等 这些都是一水的俊男靓女 并且听说这戏里的三对情侣党 各自都有不同的新鲜的恋爱方式 看来小伙伴们的期待值已经爆表了吧 来看一下我们编导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一来到电视剧《古剑奇谈》的拍摄现场 就看见剧中的众位主演奇奇倒在地上 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原来当天剧组正在拍摄的正是故事的最终决战 也就是大结局的场景 不过这边乔振宇和钟心童整一把鼻涕一把泪 惨兮兮的生离死别 那边的其他四位主演却 笑场的事情大家都有份儿 李一峰和马天宇竟然还互相推脱 甚至扭打在一起 也难怪导演要说他们没有人情味了 玩笑归玩笑 看得出来主演们之间的感情相当不错 不过到了分组拍摄阶段 原本应该最甜蜜的杨幂和李一峰这对情侣党之间 看起来居然还有些生疏 太尴尬了这样 好自然 这有什么动作合作 西装有什么进 那还真美 那和杨幂演那个 恋爱的戏份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人家问你 人家问你 我也想听 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 你会叫他密解了 还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会 其实在剧里面 其实它主动会多一点 我比较被动的 你别这么官方 我也想听 感觉如何 好吗 感觉很好 一个字爽 好谢谢 你哪个方面最吸引 我也想知道 从头到尾 从发尖到脚指尖 真的 真的 是觉得它长得是你心目中喜欢的类型 是吗 是吗 我知道 我 我知道是刘凯威喜欢的类型 同样的避嫌状况也发生在了马天宇和郑爽这对戏里的情侣党身上 唯独感情还没有落定的乔震宇和钟心童这对一红一白看起来十分登对 看来刘凯威和张翰虽然不在片场 但威慑力可是一点都不小啊 Weather limit 我们 整 滚